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加拿大早在3月份疫情爆发初期 就颁布了禁止外国游客入境的旅行禁令 这项禁令原定于7月31日到期 加拿大是否会取消禁令 也成为了很多留学生和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 7月30日 加拿大政府在官网上发布正式通知 将原定于7月31日到期的旅行禁令 再延长一个月到8月31日 旅行禁令的实行是为了严防境外输入病例 毕竟新冠病毒疫情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但是延长禁令也意味着 绝大多数外国游客在9月份之前 都无法顺利入境加拿大了 虽然加拿大的旅行禁令 将很多希望入境的外国旅客 陪读家长都拒之门外 但是豁免了不少留学生和公签持有者入境 而且好消息是 留学生入境政策有所调整 门槛也相较于之前有所放宽 根据早前的旅行禁令 所有持3月18日之后 获批的学签和公签持有者 无法豁免入境 但是现在只要持有效学签 公签都符合豁免入境的要求 不仅如此 那些在3月18日之前已经获得批准通知 但是并未拿到学签的留学生也在豁免清单内 另外 那些已经获得批准通知 但没有拿到有效公签的人们 也都可以豁免入境了 这一入境政策的放宽 为很多准备来加拿大学习工作的人们提供了方便 对于加拿大的很多学生来说 留学生的学费收入是支撑学校和人工成本的主要来源 可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大量留学生回国 甚至还有新生被禁止入境 这样一来 一些语言学校将面临财务风险 据英文媒体CBC报道 加拿大语言协会表示 如果语言学校无法重开 那就意味着年底前将会有高达75%的语言学校被迫关闭 为了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 加拿大的语言学校提出了一项计划 他们准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包机将4万名留学生带回来 这项接回留学生的计划正在等待政府批准 他们计划使用加航进行包机 将来自土耳其 日本 韩国 巴西等国的留学生带回加拿大 并且很多加拿大酒店 已经同意在学生14天隔离期间提供全面的检疫服务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留学生们顺利入境 而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年龄 从十几岁到三四十岁不等 他们将被要求签署合同 保证能够严格遵守加拿大的防疫规定 违反者将受到惩罚 其中 位于多伦多的语言学校Mantara 也面临着留学生短缺的困境 Mantara的运营执行总监Emira Orman说 线上课程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很多留学生都是为了体验面对面教学 体验不同的教学环境 如果都是网上授课 在自己国家也能完成的话 倒不如上YouTube自学 但是这一提议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 毕竟让更多人入境 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风险 多伦多大学传染病专家Anna医生表示 疫情正在给全世界传播 我们已经为了对抗疫情做出了绝大牺牲 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让更多人入境 并且我们不能保证 所有留学生都能在登机前进行检测 同时还要考虑到假阴线的可能性 首支新冠病毒疫苗一旦上市 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都不可能充足供应给每一个想要的人使用 那么在加拿大 谁能最先注射新冠病毒疫苗 这个选择将怎样做出 CBC新闻就相关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第一 为什么疫苗会短缺 根据世卫组织的信息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66种新冠疫苗正在研发中 这些研发处于临床前和临床试验等各种不同阶段 根据美国和欧洲专家的乐观估计 首支疫苗可能够在明年完成实验 获准上市 而与此同时 新冠病毒疫情波及全球 给各国经济和人们的生命造成重大损失 全球78亿人 他们对疫苗的需求是巨大的 因此可以预计 一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更容易得到疫苗 在能够得到疫苗的国家里 一些群体会比另一些群体更容易得到疫苗 第二 各国怎样决定哪些人群为最高级别优先人群 达尔豪斯大学儿科和传染病教授 和哈利法克斯IWK Hospital医院医生 Dr.Norney McDonnell说 当供应有限时 就需要找到办法让最小的供应获得最大的好处 证据显示 在加拿大 这一评估由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做出 评估由以下的加拿大疫情反应目标指引 将严重疾病和总体死亡率降到最低 将会对社会造成的干扰 包括对医疗资源造成的负担降到最低 该委员会说 疫苗在达成上述目标中起到重要作用 菲等教授是巴尔的 模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门生物伦理研究所的创办人 他说 毋庸置疑 在全世界 新冠病毒前线医疗工作者预计将得到 接种疫苗的最高优先权 除此以外 做出决定将更加复杂 但总体上来说 各国预计会将严重疾病和死亡高危人群作为重要目标 第三 从临床试验阶段就开始优先 目前 国家免疫咨询委员 正就针对哪些人群进行临床试验提出建议 菲等说 这很关键 因为疫苗对不同人群的作用不同 有时候疫苗可能对有些人群不同作用 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针对安全性的临床试验 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建议 不光优先针对健康成年人 同时也应该针对以下人群 60岁及以上没有基础疾病的成年人 因为他们患重病的风险更高 在可行时 加上儿童 青少年 免疫系统受损的成年人以及孕妇 在安全已经有保障 主要针对功效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以下人群应优先获得优先权 本身患有易受新冠病毒感染严重疾病者 如哮喘 糖尿病 高血压 慢性肺病 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 因工作关系更加易感的人群 如其他领域的医疗工作者 紧急员工 在工作中要进行大量社会接触者 以及国际旅行商人等 因社会状况导致更加易感的人群 如长期护理院居民 居住条件拥挤者 住在偏远社区者 无家可归者 患有烟草 酒精或者毒品使用紊乱症者 还包括特定种族或族裔 或者部分移民 难民和国际旅客等 第四 流感疫苗优先分级可以提供参考 对新冠病毒最易感的人群中有年长者 这和对猪如H1N1等流感易感人群有所不同 后者主要针对孕妇 婴儿和儿童有较大风险 但联邦推荐的流感疫苗优先群体 也可让我们对新冠病毒疫苗 一旦推出时的优先群体有所参考 第五 新冠病毒优先人群为什么会不同 如上所述 新冠病毒疫情和流感疫情 针对的年龄组别不同 不仅如此 新冠病毒更容易传播 症状更加多样 同时还包括无症状传播者 这也被认为是外来农场工人 和肉类包装厂会发生严重疫情爆发的一个原因 在美国 证据显示 非裔和拉丁裔居民死于新冠病毒的风险 比白人和亚裔更高 加拿大也有证据显示类似情况 例如 据报告 多伦多市新冠病例中 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占83% 而他们仅占人口总数的50% 菲登说 是否应该考虑在早期就把有色人群 放在疫苗优先人群的顶层 这是我们需要进行的重要讨论 第六 疫苗种类也会影响优先人群 除了疾病本身不同 新冠病毒独特之处在于 正在研发中的疫苗数量巨大 这些疫苗的研发基于不同的策略和技术 这表示各种疫苗在剂量大小 剂量数量 大量投产的速度 以及运输和配送的便利程度上都会有不同 例如说 一些疫苗更适合长者 另一些疫苗更适合年轻人 McDonald说 也有可能对某些疫苗来说 有些人只需要一剂 另一些人如年长者就需要两剂 究竟要怎样权衡 我们过去研发新疫苗时 从不需要考虑这些 和其他专家一样 McDonald希望能够有多种正在研发的 新冠病毒疫苗投放市场 每一个人都能够接种 对他们来说最合适的那种疫苗 7月31日 BC省爆出近期最高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0例 卫生官们都费尽唇舌提醒大家 在这个长周末一定要小心防疫 不要再出去玩了 然而 昨天8月1日是长周末的第一天 BC杜伦的盛况让人心惊胆战 从一早开始 BC杜伦就大排长龙 特瓦森和豪尚贝两个码头 都有多条等候登船的汽车队伍 BC杜伦的官方推特发出警告 如果你没有订票 那你有得等了 最好不要在高峰时期去排队上杜伦了 而这个长周末都被认为是杜伦的高峰时期 在早上9点的时候 从特瓦森前往Dick Point就已经卖到12点45 并且89%的票都已经售空 BC杜伦的官网甚至一度出现崩溃 位于阳光海岸Sunshine Coast的小社区 Landel成为热门的目的地 维多利亚 阳光海岸 Nanamo等区也都大受欢迎 比较好的时间段的票基本都已经被订光了 大多数说走就走 临时订票的游客都半信而归 他们还同时提醒大家 接下来的周一周二的上午将会是非常繁忙的时间 如果你准备在这个时候回温哥华 并且还没有订票的话 可以考虑改变你的旅行时间了 需要注意的是 渡轮要求大家第一戴口罩 第二尽量戴在自己的车里 没有口罩的乘客不允许登船 虽然渡轮上的一些自助餐厅和咖啡厅 开始恢复热食供应 但是最好在车内或甲板上进餐 为了让大家在长周末可以更好的度假 BC渡轮公司在31日取消了此前 让回家居民可以优先承搭渡轮的政策 现在除了预约车辆和载有必需物资的车辆外 无论是渡轮目的地 居民或其他旅客 乘搭渡轮的次序按排队先后限定 最近BC渡轮还决定增加载客容量 疫情初期 乘客数曾一度减少到原来水平的20% 目前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70% 主要航线增加了300多次航班 除了去周围的小岛 前往内陆地区旅行也是很多人长周末的选择 但前天BC著名的度假村Sunpix Resort证实 他们的一名员工近期被确诊为新冠病毒阳性 他们出于高度谨慎 已经在多个区域采取了强化措施 并且广泛地追踪了接触者 度假村呼吁游客享受美景的同时 一定要配合他们尽早防止疫情传播 他们希望看到在这一季剩余的时间里 每个人都能够继续负责任地享受山间风景和高尔夫球场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